就是為什麼去附和你的說法的人 都是中國的媒體啊 你看中國的媒體早是超high的 中國的媒體立刻就引射說 邱毅去報收民進黨賴清德有私生子 香港的新聞 他說賴清德逃射炸彈猜不完 但是你覺得很有趣喔 他內文都說 欸 其實還是要拿出證據來 他覺得還是有 那是標題長啊 那再來你可以看 這都是簡體字的喔 都是簡體字 繼續講這個逃射的風波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媒體 即便比較清爛的媒體 都不去跟這則新聞 因為大家知道 根本就是亂說一通胡說八道嘛 所以看看這些證據 為什麼都是找邱毅 找謝龍姐這種所謂的極親中人士 為什麼都是中國的新聞媒體 出來附和你的說詞 為什麼台灣普遍大眾的新聞 是不跟這件事情的 大家從背後就可以了解 這到底是不是境外的戒選行為 謝龍姐跟邱毅掌握了什麼樣的證據呢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怎麼又來了 賴清德的私生子又來了 怎麼看一眼神一個兒子啊 到現在我又沒看那個兒子喔 謝龍姐跟邱毅呢 影視賴清德有私生子 現在呢這個賴的禁總提告了 好 現在呢還有網友說 邱毅只有假髮是真的 邱毅還欠十個私生子 這也講過太多次了吧 我個人不參加任何的這個民意代表 還是縣市長的選舉也是考量到這個 因為如果我選舉的話呢 可能就有小三出來了 還要人家告訴我小三是誰啊 為什麼 你也幫幫忙 像這樣的一個網路的相關的這個謠言對不對 抹黑的造謠嘛 比較差不多 各位 之前說 舉經理知道說這個賴清德有情婦 你知道他原始的這個出發 原始的文字是怎麼寫的嗎 說他有三個情婦 我跟你說 這麼忙 連我都沒有時間 你知道嗎 三個情婦 你親切哭哭的 整個私生子 我負責的又很無聊 我負責的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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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負責的時間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 你要說白菜 你要這個說謊或是幹什麼 你也要說出一個人事實地物 然後故意把這個最好的方式 最厲害的謊言是模糊化 讓人家會聲會影這樣 像真的一樣嘛 那之前講的這個留言 講說是三個情婦啊 我給他聽到三個情婦 我就叫他笑出來 然後最近還有人替這個 相關的羅智正在造勢 我就不懂為什麼要幫羅智正造勢 直接去弄了一個什麼賓館的 什麼影射 故意影射羅智正 那一看就知道是搞這個AI人頭的話的嘛 把他弄進去了以後說 這個叫羅智正就幹嘛 然後羅智正這個議題 去報案連打三天的這個新聞 幫羅智正造勢嘛 為什麼像這種卑劣的行為 在這次選舉裡面 那麼特別多 特別以前都有抹黑啦 但這次謠言抹黑的手段 跟以前不一樣 什麼死人骨頭全部都出來就對了 更何況是賴清德三個情婦 我跟你說今天 你要說 你要這樣說一個情婦幹嘛 那個勉強去編故事 人家還會有人相信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為了選舉什麼都可以拿來說 那麼為了選舉 道聽途說的事情 都可以拿來大做文章 就是講得像真的一樣 我記得以前啊 有人一直爆料一直爆料 所以那時候呢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曾經發明了一個就是 放屁當 放屁 爆料當這個等於說 證據 證據當放屁 放屁當爆料 你知道 變成這個樣子嘛 以前我們當記者 三者歸你來 我們當記者 第一個就是你要查證新聞來源 不是不是人家跟你說你就OK嘛 不行你聽到什麼 生一個聽到聲音就看著眼影 就生一個小孩嘛 不行這樣做 更何況 你要打的是未來的總統啊 好所以請教宜翔 啊這個怎麼突然又爆出來了 是可能剩下九天沒有什麼 又要炒冷飯嗎 啊怎麼突然爆出來呢 沒有我覺得其實再次 我們真的要感謝我們的選舉對手 其實要感謝邱怡跟謝龍介 不要不要誤會 為什麼要感謝他們呢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中國界選 中國界選 很多人不信啊 所以你現在是覺得抓到了 邱怡跟謝龍介嘛 因為他們一出來講這件事情 大家就知道 確實中國在界選啊 為什麼嘛 兩個鐵證 第一個鐵證 就為什麼找你們兩個嘛 過去你邱怡 就是因為跟中共的關係 最密切最好嘛 所以因此找你們去講這個話 是中共所首選的犯化者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 大家會有的嫌疑 也是第一個鐵證 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為什麼去附和你的說法的人 都是中國的媒體啊 我舉個例子好了 剛剛瑞德哥也提到 台灣的媒體 其實基本上沒有太報導這件事 因為至少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一個新聞專業所在 就是說 這是完全查證不了 但你去看 中國的媒體早是超high的 中國的媒體立刻去引射說 邱怡去報收民進黨 賴清德有私生子 台灣正是這個大學 引發攻擊與揭發的風波 同時呢 你看第二則喔 文匯新聞是這個香港的新聞 他說賴清德 逃射炸彈 猜不完 但是你覺得很有趣喔 他內吻都說 其實還是要拿出證據來 他其實還是有 那是標題長啊 標題騙人家進去了啊 他標題是這個大揮過去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提到說 你還是要舉一下這個證據啦 那再來 你可以看這都是簡體制的喔 都是簡體制 繼續講這個逃射風波 所以大家會好奇 就是說如果中國沒有戒選 如果你這個中國 其實沒有參與 這個所謂的新聞製造的話 那為什麼都是中國的媒體 出來附和你呢 為什麼都是中國的媒體 出來肯定說 邱怡你就是這個爆料大王 超有證據 什麼都抓得到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說話 有根有據的話 那為什麼台灣的媒體 即便比較青藍的媒體 都不去跟這則新聞 因為大家知道 根本就是亂說一通 胡說八道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兩個狀況 但你們有沒有人敢去問 賴清德說 現在有傳言說你有失聲子 你真的有 我跟你說 其實我自己在這個團隊裡面 賴清德其實他是會觀察 各種新聞報道 我相信他一定有看到這種新聞 但我相信看到這個的人 都會覺得非常苦惱 真的會覺得很苦惱 因為苦惱是什麼呢 到底要不要回應他 其實說實在 我自己都會思考這問題啊 就是說 他說你去回應這個謝龍介跟邱宜 你是把自己降到他們的level你知道嗎 英文有一句話 就你不要跟這個笨蛋 就是進行這方面的一個群架 為什麼 因為他被抓到他的智商層級 然後再透過經驗去得勝 所以這就是邱宜跟謝龍介正在做的事情 他恨不得有賴清的陷入這樣子的一個層級 跟他們去打這個所謂的泥巴戰 但事實上我覺得賴他不會啦 因為他討論都是國政 但是我們的角色作為犯人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說看看這些證據 為什麼都是找邱宜 找謝龍介這種所謂的極親中人士 為什麼都是中國的新聞媒體 出來附和你的說詞 為什麼台灣普遍大眾的新聞 是不跟這件事情的 大家從背後就可以了解 這到底是不是境外的戒選行為 而從中大家也可以了解 中國到底是希望這場選舉誰能得勝 好 所以泥巴戰也是要選擇泥巴的 有一些爛泥是扶不上牆的 但是這個張志文陷入爭議 我覺得這個馬文君也是蠻寶貝的 請教一下小玉集 馬文君就在臉書上面PO文說 這幾年人民都變窮了 只有誰變得有錢了呢 對 誰變得有錢了呢 一年可以花這個2000萬元 大家也會覺得很奇怪 張志文幹嘛昨天政見發表會不來 之前不是都喜歡直球對決嗎 好 我先回答你 這個問題好了 因為這個問題我剛剛也想了很久 張志文我先回答你 後來我就去臉書上找了一圈 哎呀 網友解惑了啦 去幹嘛 收租啦 收租 收租賣賣賣賣 綜合有三百多筆土地 一筆一筆收賣賣賣 對 誰啊 他是土地的主人耶 土地的主人幹嘛 要來跟你們這些人報告 那就要找那個像星光人壽 這樣整個外包出去就好了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沒有 你不懂 就是這種少了收租的快感 有錢人的幸福就對了 對 多現金的感覺 所以他這個當時那個網友很酸啊 就說他去收租 可是確實啊 就是說這種公辦證件發表會 是你唯一就是說 可以跟這個選民交代你的這個證件 好好讓你講述證件的機會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最近大家還有收到那個證件發 證件的那個文 投票的時候都會有 選舉報告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每個機會都不應該放過 尤其張志文 很少人會聽到說 你到底對中和你有什麼樣的證件 所以證件發表會 因為你的對手都去了 那為什麼嘟嘟你不去 你是沒有證件 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網友就寫得很貼切啊 大家都說認識張志文 就知道他是媽寶啦 就算他當選的話 也都是什麼 就是媽媽在那邊操控 那針對這些事情 你看如果說你不出來做公開的證件說明 是不是又坐死人家就說 都是媽媽在幫你操盤啊 或是幹嘛的 所以現在大家不太知道 你講到張志文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想到他嗆無爭啊 說什麼中和人沒資產 不算中和人啊 你基本上通通都會想到負面新聞 然後呢你也沒有 你看剛剛李正浩還在爆料他說 你選前有會選的疑慮 那事實上要是我的話 我就覺得我會去證件發表會上 至少我有一個證件 幕僚會幫我剪下來 我覺得我就是有一個正面表述 代表說我都不是你們講的這些人 我是有證件的 你要正面回擊嘛 結果你看剛剛講到他會選這件事情 張志文自己本人在講什麼 他說還要再去了解一下 你還要再去了解一下 說實在我覺得這個超不及不尊重選民的 你看到今天侯友宜來幫他站台 他馬上就跑去 然後昨天證件發表會他就不去 那到底誰還是你的這個主人呢 老闆 是你心中只有侯友宜 還是說這是你的選民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就是高下立判 回過頭來這個張志文不去 留給人家畫筆 我覺得還有一個馬文君 真是挖洞給自己跳耶 對 你哪壺不開題哪壺啊 他就自己沒事在臉書上 就寫說哎呀這八年啊 這幾年啊人民啊 這個都變窮了 只有誰變有錢 啊廢話你寫這件事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 啊不就馬文君你自己嗎 這是要留言給人家泡的嗎 我覺得 對啊我就說志文真的很 很誇張耶 你怎麼自己挖洞給自己跳耶 對 然後你看喔 這個我下面的留言整個嗆爆他 整個真的嗆爆耶 就說就你啊馬文君啊 你出賣台灣應該賺很多啊 七萬塊可以住豪華莊園啊 啊這現在在炫復嗎 還說你在炫復嗎 你看下面滿滿滿滿的留言啊 那我覺得他不只挖洞給自己跳 他還獻他自己的同仁於不義耶 馬上網友梗圖出來 全部都是你的同僚 所以我就說你真的是 這個你是開地址 這間要選立委想說 沒台沒錢 又騷我我家來 好不容易平息了一陣子 你不要在臉書po不就沒事了嗎 你po了之後不再害了你自己 就全部馬上梗圖幫你做好 還有誰 你看你還在右下 左下角呢 南投的馬家 台中的鹽家 中和的張家 彰化的謝家 細紙的廖家 屏東的書家 說實在的 我覺得網友做的是蠻有道理的耶 你看哪一個不是豪宅 哪個不是 你看南投的馬家七萬塊 住那個豪華莊園有沒有 台中的鹽家這個不用講了 去年講了一整年了 中和的張家 這次還在講這件事情 彰化的謝家 這個我真的我要提一下 我到現在還沒有人可以給我解答 他們家明明就是他弟弟也 他弟弟那個謝一鳳的弟弟嘛 他不是謝典玲啊 他議長不用住自己家嘛 他家扣除他 他然後他爸爸媽媽 然後他為什麼要住七百坪啊 那我都覺得說 果然人家我想他那邊開高五富球車不行 那你要去看你爸媽 那你可能要騎腳踏車 他要住高五富球車喔 對啊 告不久的時候要弄比較快 左邊到右邊 好啦 這是銀行限制我們的想像耶 那個七百坪 我都覺得說你打掃要怎麼掃 也不用自己掃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天啊 而且是台塘的土地喔 那還有戲子的廖家 這個目前為止 這孟仁 對對對 他的那個停車場不知道拆完了沒 那當然還有屏東的書家 南投馬家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開村第一炮最好笑的是 你自己不但挖洞也自己跳 你還這個獻同仁於不義 那最後講到張志倫 我剛剛講說那個會選的部分啦 這個部分我確實真的覺得蠻罕見的喔 因為尤其現在在選舉 我們說三十塊 大家還在研究三十塊 合不合時宜 他直接超標了 到一萬八 兩萬六 對啊 你最曉得紅包是三千塊啊 那這種東西也是挖洞給自己跳 那坦白講 這些事情你是真的不了解嗎 你自己在發紅包的時候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爸爸也會跟你講 媽媽也會跟你講 對啊 你爸爸是 阿姆可不講的就是說 過去都是這樣做的啊 你就繼續下去就好了 為什麼要發臉書呢 你幹嘛PO臉書呢 這種東西 我們為善不欲人知 不是要偷偷做嗎 所以這個就是把證據直接公開 現在剛剛李正浩講的啊 就是說你完全都不用去搜證啊 然後現在就直接臉書截圖 就可以檢舉啦 最後我要講啦 而且李正浩說 這個是有人去 就是這個匿名檢舉 而且他還有一個那個 那什麼會選名冊 連會選名冊都有了 就代表說 這個人是有藏一手的 代表說未來如果說真的檢調 要去調查的話 這個人未來會出來做這個 蠻好奇的 李正浩是用色釉嗎 這個人為什麼會把資料給李正浩 奇怪喔 我們要摳 你要學侯友誼嗎 摳後李正浩 還是要刪去吧 還是什麼 真的不曉得 好 代表請教朗東 因為你看喔 馬文君講出這句話 哇 真像小玉姐講的 現很多同仁於不義耶 那很多同仁呢 剛好昨天都證監發表會 剛好都沒來 張志倫沒來 然後決第二輪之後就沒有來了 那謝一鳳也缺席證監會喔 那大家就覺得說奇怪 直求對決機會 為什麼你們這些大家族的人 不是要選立委嗎 怎麼都不出來 謝一鳳跟張志倫 就有排演過 想說這十分鐘 能不能用咳嗽給帶過去 結果發現說 這個咳嗽要咳十分鐘 真的太難了 因為柯文哲只咳三十秒 他們要咳十分鐘很難 那為什麼要十分鐘咳過去呢 理論上 他們可以講自己的證件 但是證件會上面 如果他們出席的時候 媒體一定會訪問他 會堵麥 然後他對手一定去問他 例如說謝一鳳 他就會被問到說 那你台上的土地是怎麼買的啊 買多少錢啊 用什麼名義啊 為什麼沒有公開標售啊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 為什麼那六百亭的土地 全部是蓋你家的這個房子啊 為什麼沒有這些事情 謝一鳳他沒有辦法去回答 所以他就要缺席這個證件會 包括張志倫 其實他證件會確實是昨天喔 他今天他今天 如果是今天他根本也不會去 因為今天爆出他這個 所謂的會選的事情嘛 可是光是昨天 他也沒有辦法去回答說 哇 為什麼他家在這個中和 有這麼多筆的土地 那些土地是怎麼來的 所以他們只要使用一種的 這個逃避的這個方式去面對嘛 那所以網友也在哭手這件事情啊 因為最近賴蕭配影片呢 在路上很紅喔 所以就看到呢 這個賴蕭在這邊參觀 這個誰啊 侯豬公 弄了這個功夫的電影裡面的合成 編成是侯友宜在這邊 一年一千多萬這個收益 還看到呢 這個柯文哲 第二個就是跑壞 柯文哲這個農地上面有 黃鍋商背著柯文哲的 一個大氣球 這邊看 這都是擠一擠一在那邊跑 哇 這更不得了 依奉百貨 這個你看這麼華麗 剛才講到說裡面呢 這麼大 是不是要用高爾夫球車 或者是電動滑板車 才有辦法移動 這個謝伊鳳的這個房子 然後再參觀到這個馬文君 非常精美的這個森林中的這個木屋 所以馬文君他在八個小時前 PO這邊 這幾年人民都變窮 只有誰變有錢了 2449的這個留言 然後裡面絕大部分都在講 就是馬文君你啊 就是你變有錢啊 而且不止馬文君啊 謝伊鳳蓋這個房子是不是變有錢了 柯文這個土地 哇 可以送遊覽車 是不是變有錢了 侯友宜 他也變有錢了 可是你回過來去看 目前國民黨 他去針對民進黨所做出來 這些攻擊都質疑 完全都沒有這些具體的證據 他有辦法指出 蔡英文任何一座房產 違建或者是 造成這種不法取責 或者是有用特權 取得土地的事情嗎 你說沒有嘛 張智雲這件事情我最後去講的是說 他這個就限人家於不義喔 為什麼 因為公益券募這件事情 必須要申請徵紀的 然後我去查過 什麼舉西社區啊 什麼舉中社區活動等等 都沒有申請 如果他用一個基金會的名義呢 首先他如果辦這個活動 是要公開人家募款的 他必須向衛福部的公益券募 那邊申請一個字號才能做 不然罰20萬 所以這些我查過都沒有申請 第二如果他直接捐給這個協會的 也可以 可是這個協會呢 就必須有開立收據之外 還有完整的報章是說 那我收到這筆公益的這個錢 我用在哪一些公益上面 要不然你不用做這些做 張智雲是會計師他很了啊 這下他一定都知道啊 他現在馬上公開啊 他現在馬上公開說 哇他這每一筆到底在哪裡 然後請這些協會們 也公開說他都會做公益 最後要講 那人家婚禮是算什麼公益 我結婚 然後他送2萬多塊錢這個紅包 到底公益在哪裡 如果這個算公益的話 他現在看到我們每個人都發2萬塊 就說做公益做公益 散財同體這樣 好我可以 這不就變成 這也就變合法嗎 所以我覺得他是完完全全的 是把所謂的這個黑金跟慈善 顛倒起來 一起來談了 那所謂的這個中和大戰人 在那個車上面表情非常凝重 因為他想說這車開著開著 會不會開去儲存 我覺得因為這隔一條街 都是組成監獄了嘛 會不會去主人間 看守所那邊就開過去了 他現在內心是非常的擔憂 所以在這邊就呼籲是說 當國民黨一直要主打什麼特徵組 主打掃黑的時候 侯友宜他就站在一個涉嫌會選的那個旁邊 然後還說什麼啊 給你當靠山 給你當靠山 用這個方式呢 去幫他去輔選 完全忽略了他們自己的 這是這麼多從政的這些人士 這個不算啦 這藍白盒不算啦 這個這個 他本人謝一鳳跟馬文君 所涉嫌的一些違法開發土地的事實